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回來我們的環太平洋模組啦 唉 好久沒有回來放作生存進化了 已經大致上花了將近有 兩天的時間 沒有更新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懷念這個 環太平洋模組呢 由於呢 老頭最近就是有一點事情 所以說呢 就是心情稍微有一點影響 那不過沒有關係 老頭呢 沉澱了將近兩三天的時間 慢慢的讓自己心情可以好一點 那也不是什麼大事情啦 反正就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說呢 其實各位觀眾也不用擔心 老頭呢 會慢慢的就是 步上軌道 暫時先休息一下 所以說這幾天沒有更新了 老頭這邊跟各位說 不好意思 非常的抱歉 讓大家空等了這麼久 好吧 那麼我們這個閒話家常 就不多說廢話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呢 就來繼續來我們的環太平洋模組吧 來來來來來 然後我有看留言啊 很多人都說 這個軍刀雅典納根本是在亂做啊 說什麼軍刀雅典納有所謂的雙刀 這隻並沒有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啦 這個可能就是 做一半吧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帥就是了 至於你們說的雙刀的話呢 這個這隻就是沒有啊 偷不出來啊 他就是做成沒有雙刀的樣子 而且也有人說 這雅典納的攻擊模式也不一樣 好 那我也真的不曉得了 這真的是沒辦法的事情了 好不好 這個模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只能接受 他這個環太平洋模組 把這個軍刀雅典納做成沒有軍刀的樣子 所以說 就只能說他是一個雅典納 並不是軍刀雅典納 我老闆講廢話 好啦算了不要理我 好吧 我們接下來呢 趕快持續的就是 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環太平洋的 機器人 啊對齁 我先看一下Gard模式 不然等一下莫名其妙 在混戰的時候被秒殺 來看一下 我們環太平洋召喚多少隻了 我們要收集的是 危險跟幽靈 地獄黑曜 然後 還有誰有召喚出來啊 鳳凰召喚出來過 雷怪跟震惡 然後軍刀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今天呢 想要印一些觀眾的要求 像是有一位觀眾是說 他想要看隱形獵人 沒有問題 這個吧 隱形浪人是不是 那我們等一下來召喚一下隱形浪人 好不好 然後還有歐米加 好像也有人想要召喚吧 是不是 那待會呢 我們也把歐米加 勇者歐米加召喚看看好了 好不好 我們優先先來看這一隻 隱形浪人 喔 看起來好浪 喔 哇這手也太長了吧 我的直覺就是 哈哈哈哈 還蠻帥的啊 怎麼會有一種 很像那個瓦斯的蟹氣的聲音 來來來來 來來來 等一下喔 呃 我們來看左鍵 哇 這個聲音好帥喔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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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鍵 噢 噢 哇 這個距離好遠喔 他還會把畫面往後拉欸 這個 欸 我玩這個方舟模組玩了這麼久 居然還有這種操作 應該是說我玩方舟 然後裝的一些生物模組啊 不管是恐龍機器人 還是一些奇異怪怪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看過放一個技能 可以把這個視野往後拉的欸 所以說其實 要做這些機械模組 或者是 不要說機械啦 要做這些關於生物 或是機器人的模組 噢 你要整個做出到一個 噢 自由性 多樣性 其實是可以的 只看你有沒有行思去畫在那個 上面欸 你看他連這個距離都拉得出來 我是覺得真的蠻屌的 然後右鍵欸 沒看過 右鍵 喔右鍵是一個很直覺的 跳起來 往下打這樣子 看起來超帥氣的 這隻 這隻寫多少 個十百千萬 十萬 三十萬 攻擊力剛剛打多少 沒仔細看 再看一次 P一下有一萬 一萬三千九百零二 看一下要不要召喚一下 召喚一下我們 ARK的BOSS好了好不好 我們那個環太平洋機器人 之前前幾期都打過了 全部貼在一起 不知道在打什麼的 感覺沒有什麼快感 所以說呢我決定了 我們把我們這個 方舟的BOSS 先叫一隻簡單的大金剛來打一下好了 等級先用1啦 我怕死 我怕死 來召喚一下 哈哈哈哈 也太小隻了吧 我都忘記 咱們的金剛跟我們機器人的比例有差 欸突然他變好小隻好可愛喔 你們覺得超可愛的嗎 好 瞬間蒙了起來 欸他打我他還會受傷欸 你看他打我好像會有反傷喔 欸沒有啊 是我看錯了喔 哇我怎麼有被丟大便了 C劍 哇 結束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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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到藍圖 哈哈 結束了 哈哈哈哈 太小隻了 我忘記他的體型 跟我們機器人的體型沒得比 的確真的是So Kawaii 死掉了 都沒有東西 鬧鐘 不好意思 我的鬧鐘響 好了 那這樣子就沒有意思啊 算了 我們看下一隻好了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隱形獵人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歐米加好了 歐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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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突然想到蘇馬寶貝 歐米加 咆哮獸 我們 我們講錯應該是沒有吧 我們來看一下勇者歐米加 等級1500 勇者歐米加 看他的腳這個顏色 歐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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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很帥啊 天啊 環太平洋的機器人真的是每拍每次拍都都會講一次帥爆了 啊 一定會說 啊帥爆了 沒有一隻不帥的我真的覺得 哇 所以環太平洋 感覺就可以跟變形金剛相比啊 為什麼感覺好像沒有變形金剛那麼紅啊 環太平洋的機器人每一隻都真的還蠻屌的啊 怎麼沒有辦法跟變形金剛相比 還是說年代的關係 變形金剛的歷史比較悠久 環太平洋是最近才開始是嗎 應該也不能講最近 因為我記得環太平洋好像大概是 呃少說有一個 四年前五年前的一個電影了吧 還是說他的 他的這個 他這個只是屬於電影的形式 然後並沒有所謂的 像是變形金剛那種 漫畫或是動畫連載 所以說很難推廣出去吧 但是整體來講我真的覺得都蠻帥的啊 來看一下左鍵 蓋倫喔 右鍵 哇 突然怎麼覺得有點像那個 那個什麼 惡魔獵人5裡面那個 彈釘的槍神模式 C件 我看一下他跳多高 他跳到上面之後 把那個他聚集的那個 光炮啊 往地上砸 看一下 蹦 他怎麼沒有顯示血量 沒顯示攻擊多少血量 這樣子 沒有顯示 算了 還蠻帥的 好 我想要再召喚一隻機器人打看看 我們不要用boss 我們不要用那個 什麼金剛了啦 太小隻了 完全沒有什麼 威脅 威脅 好不好 完全沒有威脅 我們來看一下迅龍好了 好不好 迅龍 我們就先用一般的召喚迅龍看一下 靠妹也太大隻了吧 喔 攻擊 有打到他嗎 欸有 我靠那個迅龍 喔 幫忙一下幫忙一下同類 同類幫忙一下 為什麼旁邊的那隻不幫忙打 救我喔 喔有了 過去 哇 超級迅雷 迅雷不給我迅雷 哈哈哈哈 砍啊 他的招式 這隻迅雷 這隻 環太平洋的怪獸 有左 好像是什麼講 尾巴攻擊還有什麼啊 喔還好我應該打得死他 還好還好 還好 他動作 他動作沒有我快 我從頭到尾現在目前只看到他尾巴攻擊而已欸 他有什麼可以攻擊了 看不出來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直接訓服他 然後呢 來演示一下 看一下到底威力如何 我把他打死了 只給一個核心晶片 有點摳門 感覺超摳的 來 來看一下 呃 迅龍 召喚看一下 真的好大隻喔 哇 全身會發電 左劍 左劍就是剛剛的那個尾巴嘛 右劍 墮地術 墮地術 C劍 是往前吐嘴炮嗎 我看一下 我感覺不出來他的攻擊 是從嘴巴射出什麼東西還是 肚子爆炸這樣子 我不知道欸 感覺不出來 威力是怎麼樣的 但是呢 我是覺得 怪獸 應該是說他這個環太平洋的怪獸 每一隻給我的感覺就是 體型很大 但攻擊速度很慢 齁 這種感覺就像之前我在玩那個 方舟生存進化滅絕裡面的太坦一樣 每一隻攻擊動作都是慢的可以 但是呢 打下去呢 都是具有威力性的 我看一下這打一萬多 還蠻強的還蠻強的 超屌的 體型差真多 如果我再把我的大金剛叫出來 已經不是大金剛了 變成迷你小金剛了 他大概只有他的這個腳掌這麼大吧 然後這隻迅龍的貼圖文理呢 非常的用功 感覺沒有認真在做 就有點 該怎麼講 稍微建模一下之後上個射 然後就沒有 沒有任何的修補 就直接交出來了 反觀機器人來講 機器人真的非常的細緻啊 真的非常的棒 超屌的 值得 我們再繼續下去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應該不是說知道 如果你們想要讓老頭呢 召喚什麼機器人 或者是說 想要用 想要利用環太平洋 這個模組 讓老頭做一些什麼事的話呢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好不好 也別忘記按下你的這個追隨 按下你的訂閱 喜歡 好像沒有追隨喔 或是太久沒有拍片了 連這個都不知道怎麼講了 反正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好不好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 環太平洋模組再見面了 掰掰 打開